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罗素 沃特及其设计的2025计划 以及特朗普试图赢得第二任期的策略 沃特的计划旨在彻底改变联邦政府 并且有意推翻现有的政策和结构 这引发了大量争议 同时 我们也将深入分析特朗普针对卡玛拉 哈里斯的攻击策略 尤其是在经济和能源政策上的激烈对立 这些举措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政治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篇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文章 文章深入剖析了2025计划 以及其主要设计师罗素 沃特的背景和动机 这一计划若在特朗普赢得第二任期后得以实施 将对华盛顿政坛产生巨大震动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文章内容 罗素沃特 这位特朗普的坚定盟友 被认为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师 这一计划是一个详细的保守派蓝图 旨在重塑美国联邦政府 沃特在这个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起草了一个180天过渡手册 目的是避免重蹈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混乱覆辙 沃特在特朗普的顾问团队中 少数几位真正了解华盛顿运作机制的人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包括在国会三位保守派议员提供建议 在特朗普白宫担任高级职位 并最终成立了自己的亲特朗普智库 美国重建中心 文章介绍了沃特的背景 他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 从康涅迪格州的兰岭社区走出 通过在伊利诺伊州的惠顿学院接受教育 逐渐步入华盛顿的政治圈 他曾在国会山为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捷步 亨萨林工作 随后任职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 在特朗普政府中 他以其坚定的保守立场和对财政紧缩的支持而闻名 沃特的信仰和价值观深深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 他不仅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辩护 还倡导激进的宪法主义 即确保行政权力完全归于总统 削弱联邦官僚机构的独立性 这一理念直接体现在2025计划中 该计划详细列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 旨在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 包括关闭一些政府部门和撤销多样性 包容性和公平计划 沃特的战略和目标在很多方面 都与特朗普的政治愿景 高度一致 尽管特朗普试图与2025计划保持距离 但他与计划的许多贡献者之间的联系 使这一努力变得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 文章提到特朗普面临的法律诉讼 和他对政治对手的威胁 暗示2025计划可能对司法部 和其他调查机构的独立性构成威胁 接下来 我们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政治角度来看 2025计划显然是对现有联邦政府结构的一次彻底重组 这一计划的极端保守立场和激进改革措施 正是为了迎合特朗普的政治基础 沃特和他的盟友们试图通过这项计划 消除他们认为的觉醒且武装的联邦官僚体系 以实现他们心目中更为纯粹的保守治理 这种重组如果得以实施 将对美国政府的运作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甚至可能引发宪法危机 其次 从社会角度来看 2025计划引发了广泛争议 计划中的一些提议 如关闭教育部和撤销多样性计划 将对社会公平和包容性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社会高度分裂的背景下 推行这样极端的政策可能会加剧社会紧张 引发广泛的抗议和反对声浪 再次 从法律角度来看 2025计划对司法部和其他独立机构的控制 将严重削弱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批评者警告 这可能会使司法系统成为政治工具 破坏法治原则 特别是在特朗普面临多重法律诉讼的情况下 这样的改革将被视为政治干预司法的明显迹象 最后 从经济角度来看 2025计划的实施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复杂的影响 虽然计划强调财政紧缩和小政府 但具体措施可能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阶段 削减政府开支和裁员可能会对经济稳定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冲击 总的来说 2025计划及其主要推动者 罗素沃特代表了特朗普及其盟友 对美国政府的一次大胆且激进的重塑尝试 无论这一计划是否能在未来得以实施 它都凸显了美国当前政治环境中的深刻分裂和计划 对于民主党人和其他反对者来说 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将是未来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任务 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节目内容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计划的发展 及其对美国政坛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罗素沃特是一位具有深厚政治背景 和保守派思想的美国政策专家 前白宫管理合预算办公室 OMB主任 他是2025计划的设计师之一 该计划旨在重塑联邦政府 并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内 实现这一目标 沃特在康涅狄格州城长 来自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 父亲是一名工会电工和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 母亲是一名教师 他毕业于伊利诺伊州的惠顿学院 该校以著名的布道家比利 格雷厄姆为校友 移居华盛顿后 沃特一直为提倡财政紧缩和小政府政策的共和党人工作 并在国会山担任保守派议员的政策顾问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沃特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角色 最初担任OMB副主任 后来成为代理主任 并最终在2020年被正式确认为OMB主任 在他的领导下 OMB成为特朗普与国会 就联邦支出和总统权力问题对峙的中心 沃特的工作包括 协助特朗普从其他部门预算中调拨资金 以建设美国南部边境墙 并参与扣留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这一举措成为特朗普第一次弹劾调查的焦点 在特朗普离开白宫后 沃特成立了美国重建中心 该智库帮助设计了2025计划 这个计划由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牵头 是一个详细的920页手册 旨在在下一届共和党政府下进行治理 其提案包括驱逐数千名公务员 推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对堕胎药物的批准 以及其他极右政策 沃特强调 这些政策改变 是为了确保行政部门的控制权 完全属于总统 而不是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 沃特将自己 是为特朗普事业的忠实支持者 即使不是对前总统本人 他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理念 持支持态度 主张将美国恢复到建国者所设想的国家 他认为 为了实现这一点 需要激进的宪法主义 确保所有行政机构的行动 都在总统的权威范围内 而不是受到独立机构的影响 如果特朗普赢得第二任期 沃特很可能会在政府中 担任高级职位 甚至可能成为白公幕僚长 这是政府中最有权力的职位之一 他的目标是通过迅速实施 2025计划 避免重蹈特朗普第一任期 开始时的混乱覆辙 他相信 为了拯救美国 必须进行无所畏惧的对抗 这也是他在政治上一直强调的观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哇 瓦特真是一个现代的奇幻小说里的勇士啊 他想要征服整个华盛顿 就像雅历山大大地征服世界一样 2025计划 就像是一部权力的游戏剧情 充满了惊心动魄的策略和权力斗争 如果特朗普再度上位 这将是一场华盛顿的全景大戏 观众们无需订阅Netflix 直接从白宫直播观看就好了 哈哈哈哈 楚天书 我们的提醒自己 这不是电视剧 而是真正的政府运作 看来瓦特想成为一个现代的拿破仑 但我们知道 拿破仑最终是在滑铁卢惨败 2025计划听起来 像是要把联邦政府变成瓦特个人的玩具 这样做无异于让华盛顿变成一个混乱的游乐园 特朗普想要远离这个计划 可能他也意识到 这是一个疯狂的冒险 成功的几率和在拉斯维加斯赌场赢大钱差不多 哦 谢琪琪 这倒让我想起了狮子王里的星巴 瓦特可能觉得自己是星巴 带领着他的盟友们去推翻邪恶的刀疤 恢复荣耀王国 联邦政府被形容成觉醒且武装 这真是电影里的经典反派设定 至于特朗普远离2025计划 这只是他的政治策略 像是星际大战里的尤达大师 表面上看淡一切 实则在背后策划大计 楚天书 你的比喻真是棒极了 但现实生活并不是迪士尼动画 瓦特的计划更像是要把华盛顿变成疯狂麦克斯里的末世景象 完全无视了政府的稳定性 让我们回到现实 2025计划中的一些建议 比如关闭教育部和拆解国土安全部 听起来就像是要拆掉整个政府大楼 再用乐高众新搭建 这种激进的改革 只会让政府变成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最终可能会像冰山一样崩解 录影带可能会卖得很好 但生活在这样的混乱中 恐怕没人会感到快乐 哈哈 谢琪琪 再说一个 这个计划的确像是乐高大电影 瓦特就像是那个试图统治世界的大反派总统商业 他想要把一切都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摧毁现有的一切体系 来建立一个他认为更好的政府 尽管这听起来极具戏剧性 但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却有一套完整的蓝图 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 至少更加具体 当然 这是否可行 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你说得对 楚天书 这就像是乐高大电影的现实版 但别忘了 电影里的总统商业 最后可是被推翻了 因为一个过于僵化的体系 最终是行不通的 瓦特的计划也许看起来很吸引人 但一旦实施 恐怕就是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悲剧了 治理一个国家和玩乐高积木不同 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现实考量 而不是一味的做梦 正如拿破仑与华铁卢遭遇的命运 瓦特的计划可能最终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